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橱柜的后面也有一个窗户 所以这个客厅的话 采光是非常好的 你的电视机可以挂在这个地方 沙发这样子放着都没问题 我们往后一点走 看一下这一间22层70的格局 经过客厅来到这边 左手边这边它是有一个空间的 如果是讲你要把饭厅放在这边 可以 OK 饭厅可以放在这边 放个圆座 长座都没问题 而右手边这边 你如果也想要放饭厅在这边可以 或者你想要把这边改成是你的干厨房 都没问题的 因为它的厨房 等一下我带你们去后面看 是属于比较长行的 来 我们去后面看一看 这一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会先从一个木门走进来 这个地方屋主它之前 是干厨房 四厨房都用在一起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这一边就单单做大煮大草的地方 它是属于长行的一个空间 后面就直接是小巷了的 所以干厨房如果坐在外面 这边做实厨房 再来 这边就可以拿来放我们的电冰箱 还有我们去参观参观一下这边楼下的房间 从我们的这个干厨房走过来 在楼梯的旁边 这边右手边是我们楼下大家共用的厕所 大概照给你们看一下 就很简单 方方正正的 再来 长辈房在楼下的 这个空间就是了 你可以看它其实是有把它两间打成一间 所以这个长辈房其实很大间 这个部分你可以放床 我们镜头转一下给你们看 在这边你还可以放大衣橱 或者你直接把两个双人床放在这个房间 我相信都没有问题的 屋主是哪里放成是小朋友的钢琴室 阅读空间 接下来我们去楼上来参观一下 来 我们来到二楼这一个空间 二楼这一边的话呢 一间房 两间房 三间房 两个厕所 然后你可以看到上面 它还有一个小阁楼 我们先来看二楼的这个小厅 它是属于这样子 一个方方正正的空间 所以它那边为什么可以做阁楼 因为这边 ceiling还非常高 一半拿来做阁楼 这边你还可以看到它还是相当高的一个天花板高度 我们先来参观第一个楼上的房间 这一间楼上的房间老实讲没有很大间 但是我听姐看一下 摆一张双人床再加一个小衣橱还是可以的 它就是一个很可爱方方正正 然后采光也蛮不错的一个房间 这一间房间的旁边呢 就有一个我们二楼房间共用的厕所 诶 这厕所有一点大间啊 我觉得你看 其实真的很大一下 以普通的排楼来讲 而且这个十九路这边的双层排楼 大概都有接近二十年的这个屋领了 再来楼上呢 这一边屋主台有特地做了一个晒衣空间 这个地方你可以拿来晒衣服洗衣机 相信它之前是放在这一边的 这个小空间 在楼上 诶 在楼上为什么晒衣好 因为这了衣服妈妈就直接分过去 放进你们的房间了 再来楼上这一边我们看第二间的客房 这一间的客房呢 比更刚刚的其实大同小异 稍微再宽一点点 也是一样放双人床 加一个衣橱没有问题方方正正的 看一下其实物质的condition还算不错 虽然是二十年左右的物龄 我们去看一下主人房好吗 主人房一进来 你可以看到 这边右手边有一个 厕所主人房的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小浴缸 往一边走来 这一个就是主人房的空间 你现在眼前看的 它是有一个先有一个长方形 这边呢我们是讲 床的话放这边吧 床放这边 放你的双人床 king size queen size都可以 然后你在镜头前面看到 其实这边 它是有做一些橱柜的 这两个是障眼法夹的 然后这个橱柜我打开来的话 我带你们进去看 另有钱坑的 二十年的物龄有做这个步入室更衣室 其实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很新潮的做法了 你看这边挂衣服的空间非常非常的多 它是做两个门通进来的 然后我们走过来去看一下 它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阳台的 在主人房前面 就是这边 一个很小的空间啊 然后屋主也把它完全是封起来的 所以这边也不会有灰尘进来 你可以在这边放什么 放个小椅子看书也可以吧 然后卖价是多少钱 我们先再看看阁楼先 今天我们来参观的这一间 位于Buki Inna 19路的双层牌楼 最大的卖点就是走路10分钟 可以到巴士车站还有茶餐室 这一间的话呢 土地面积22x70 四家一间房 三个厕所 不要忘记还有一个阁楼 这边是属于永久地气 要给你们知道一下 我们这一间房子这个小区 它是没有保安威力的一个小区 屋林大概是在20年左右 大门的方向呢 它是向北的 左右邻居都是华人 然后这边的话呢 如果你要去Buki Inna的A院 开车也只需要2分钟而已 所以如果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 走第二通道的话 非常方便 这一边去第二通道关卡 只需要20分钟的车程 有兴趣的朋友 这一间的卖价是730千 就可以买到一个这么好地点的双层牌楼 有兴趣打电话来 麦格廷姐好介绍 如果是怎样 你是Buki Inna的屋主 或者是新山牛产业 屋子店面工厂地皮 也都欢迎你联系我们 麦格廷姐好介绍 帮你做出租出售 然后不要忘了 离开的时候帮我点赞 关注麦格廷姐好介绍哦 这样我们今天的直播视频到这边了 我们下期再见啦 by bwd6 by bwd6 by bwd6